这个人真的不错 很实在这样 而且同时还骂林静怡 这几天当然新闻出来 那柯妈可能脸就有点肿了嘛 怎么你觉得实实在在的人 觉得发现社会大众发现 是一个立法院的贪污犯 那你的评判标准 当然是显然很不准的 但其实这点出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民众党 你现在要怎么面对 你过去的各种所作所为 因为现在我们刚刚 我们大家讨论到 另外一个焦点人物叫黄国昌 那刚刚金银哥一句话讲得很好 就是水至轻则无鱼 这个就点出来说 大家你这个每个政党 你的标准要拉到什么程度 那黄国昌过去的标准怎样 黄国昌过去标准绝对是主张 要听到最亲 我一整个游泳池里面 一整个大海里面 只能有H2O 什么都不能有 他不是说他为了连坐 政党要连坐 对 因为我们知道黄国昌 这个人过去一向是主 他就我们在法律上讲 要重刑派了 就任何事情 他主张要重判 重刑重打 就可以解决问题 所以像过去 他在立法院也主张 酒驾要重刑 重刑就是说 你如果一个人酒驾 旁边坐旁边要连坐 你不是你喝酒 但你坐在旁边一起处罚 这是他过去的主张 对 那我们知道酒驾 确实是社会上 生物痛绝的问题 但黄国昌 不只主张酒驾连坐 他过去的主张 政党有贪污犯 政党也要连坐 这个政党 是也符合柯文哲的标准 对 来自于长官的纵容 不是吗 对嘛 过去话都这样讲 黄国昌过去就说 如果一个政党里面有成员 贪污一审 判决有罪确定 那这个政党应该被罚钱 这个里面成员贪污贪多少 罚钱就罚多少 这个叫连坐处罚 对 那所以这是过去 黄国昌题的标准 但是 我们最近发现说 黄国昌过去不是主张 这个政党贪污要连坐吗 怎么现在这么安静 对 没声 一句话都没讲 高皇我们刚才讲 一句话就没讲 那同时 我们也看到 他对严宽衡的事情 也一句话都没有讲 对不对 也没有出来谴责 没有批评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因为大家记得 刚刚前面讲 郑文燦被收押的时候 黄国昌连发十篇文 不要不要不要 哇好开心 每天都有素材 赶快骂 那奇怪 现在这个高宏安自家党员 过去他认为 一个政党连坐以示态度 现在没有态度 隔壁党的 国民党的严宽衡 现在一审贪污有罪判决 他也没有态度 所以我们讲说 黄国昌不是道德的长城 正义的北极心 法律与道德的不败天平吗 怎么这个天平 碰到蓝白的时候 就停了 就没有动作了 只有碰到 只有在面对 他很讨厌的民进党的时候 这个天平突然开始动作起来 我觉得黄国昌很奇怪 但是今天我们就发现 为什么 因为刚刚来宾大都分析 原来黄国昌现在心里 是不是起心动念 想要选新竹 难怪嘛 难怪在新竹市 因为新竹市 还是有很多安粉 包含我们现在看到 很多小草在新竹市说 我们要租看板 要声援高宏安 要在新竹市挂看板 说高宏安做得很棒 虽然他贪污 但是他是好市长 OK我们尊重小草意见 但重点是 新竹市还有很多小草 所以黄国昌想选新竹 就对高宏安 只有声援没有谴责 那新竹县 新竹隔壁新竹县 我们也看到 黄国昌居然 主动帮这个 被起诉的杨文科讲话 这什么时候 这不是这个道德的北极心吗 什么时候 黄国昌变得这么纵容了 变得帮贪污犯讲话 贪污治罪条例 第六条图利罪 黄国昌还特别跳出来说 没有 虽然图利 就是在贪污治罪条例章节里面 可是图利跟贪污 不一样概念 我觉得黄国昌怎么回事 怎么一下是 对高宏安力挺 而且现在对杨文科 主动帮他说向 帮他开脱 卡提诺法学院毕业 你就是不同系 我们就是 卡提诺法学派的见解 比较特殊 这算是少数学派 但是 现在搞清楚了 真正背后的重点 原来是黄国昌 现在起心动念 这间媒体在报说 有没有可能国民党 来礼让黄国昌 去选新竹市呢 那我们知道 其实高宏安在2002年选上 除了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功利 一部分是民众男资者之外 当然也跟当时国民党的很多人 其实没有支持林个人 跑来支持他有关 所以最后就看到 黄国昌真的是 现在只能说他心中为了权力 为了要位置 所有的道德标准 看起来都不存在 都是假的 只有他最后想要选上一个市长的宝座 真的 所以难怪他现在对于 不论是白 不论是蓝的贪污必案 是一个字都不评论 静明怎么看 这个言宽恒 包括杨文科等等 现在朱立伦的做法 你可以认同这样子吗 先讲朱立伦他会帮杨文科讲话 主要就是因为国民党的确有他的党章规定 根据国民党的党章规定的第八条 涉犯组织犯罪条例 跟洗钱防治法 跟贪污治罪条例 等等这些法律的相关条文的判决 尤其是一审判决确定之后 就要先停权 所以杨文科他朱立伦的解释说 他认为 我说朱立伦认为说 这个涂利他不是贪污 但是他可能忘了 他可能忘了这个文字游戏 你在法律里面是不容许的 因为法官的见解 会从那个判决书里面 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到底涂利 涂利也是贪污罪里面的一碗 所以我就说 如果今天伪造文书 他不讲是贪污的话 那我还说得过去 但因为他就把说涂利不算贪污罪 所以他用这个去解释 然后再加上 一审有罪判决 我说要先停权嘛 所以他就完全没有停权 连停权也没做 他也没有停权 但是杨文科他是因为 他是被起诉 他是被起诉 所以我就说你要硬拗 你勉强说得过去 我说就杨文科的部分 我先把杨文科跟 严宽恒的例子分开来看 杨文科他是被检察官起诉 曾经国民党在2007年 那一年修改党章之前 国民党当时的确有排黑条款 就是不管你什么啦 就是不管你是 那个刚讲的主治犯罪洗钱 防治贪污治罪 还是什么跟这个黄毒毒涉有关的 反正你只要被法院判 这个一审有罪后 甚至到二审三审 几乎就是停权啊 撤销党籍都有 2007年记不记得那时候有一个谁 有一个重大案子 特别废案 马英九 台北市长 他准备要参选总统 那个时候是起诉就 只要不是判刑 是起诉就停权 就拿掉你的这个资格了 结果当时他是 后来就把它改成 这个一审有罪以后 所以这个标准 这样讲起来 你们的标准是浮动的 就从2007年 所以我就跟说不是浮动了 要是说2007年修改了之后呢 马英九才能够参选总统啊 你就知道这几个案件里面 至少超过七个案子 都是发自在马英九任内 那你觉得朱立文 这样子的做法 对你们国民党会有帮助吗 弹性很大 但是对国民党的这个冲击 就越大 所以我就这样直接讲 你如果这个标准不像谁 你不能这样这么浮动啊 一下子言 然后现在又变那么宽松 就会变成每一个 国民党党主席的做法 当然马英九任内 因为他的状况 我这也听过很多地方人士抱怨 地方派系的 水清则无鱼 因为当时他跟金普聪 就认为说马金合璧以后 就是合作来杀这个地方派系 但是地方派系呢 刚刚也有来宾有讲说 你们国民党希望大家都灼灼的 应该就 当时我们就 我觉得当时马英九这样做很支持 包括连中常委 只要送个什么超过多少钱 就像现在选霸法规定 都重新办这个中常委决议 回过头来说 如果朱立文今天要挺这个 严宽恒 那会修复过去 他也说是制度问题 体制问题 体制问题 可是我跟你讲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法官 真的都不是法官 那因为体制问题 那你去打官司 你去上诉 我觉得我还佩服说 刚刚大家在谈的那个高洪安 我说姑且不讲高洪安的这个状态 为什么我佩服他 起码他选择了退党 他今天被逸审判刑 他选择了退党 所以你说 严宽恒要宣布退党 不让民众党难做 高洪安被大家 知所进退 高洪安被大家攻击成这样 但是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 他也不让柯批为难 所以今天严宽恒呢 他也没什么动作 他那一篇声明里面 还有两个错字 我就不讲了 反正他讲完了之后 听清白 对我最大侮辱 反正我看到里面 有两个错字 然后这个 讲完了之后呢 他也没说他自己要干嘛 可是我知道他 我相信他的清白 我也愿意相信他 但是今天法官一审判决了 那就是法院不相信他的嘛 司法的攻防 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 不管你一审二审三审 国民党既然党章 有人引用第八条 就是这个规定说质疑他 朱立伦拿22条来说 哎呀我们这二审有罪 才会撤销该组党籍啊 然后相信他金牌制他上诉 我觉得这是一回事 但是 袁宽恒的这个考纪会 我的了解是 当时其实 最前几天 考纪会就有跟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讨论 就是有讨论 有讲这件事情 考纪会我的理解的时候 他们是建议说 还是按照党纪处分 但朱立伦后来就放下来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会觉得说 形同党继续是在摆烂 基隆市长谢国良 现在深陷罢免危机 不过呢 台面下反罢的手段 争议不断了 因为八豆子夜市 高挂了一个反罢梁的 一个这个看板 就被这个基隆市员张志豪说 你这个是未居民的匿名看板 应该要立即拆除 来失陪 但是基隆市的选会怎么讲 这不归他们管 他管不到 乱讲 选罢法的主管机关 在地方 就是这个选委会啊 选委会可以指挥警察 去做任何的一些处理啊 他如果不拆除 这个基隆的建管处 建管单位 就应该要立即的去拆嘛 我们所有选举过的人都知道 只要我们的那个看板 设置的地点不对 或者是违规 向你能听 建管处可以听嘛 啊建管处是谁指挥的 就是市政府嘛 那因为认定 也是选委会要认定吧 对不对 这跟选举有关嘛 没有 因为选罢法的规定嘛 不管你是选举罢免 你在刊登这个广告的时候 只要跟选举罢免有关 你就要具名嘛 那昨天张之豪 去看到有这两个广告 大家看看 这是谁刊登的 没有啊 我们只知道说蒋万安呼吁 要反恶霸提三両 蒋万安没有签名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 国民党 基隆市党部原版的吧 这不像盗版嘛 不晓得 到底是谁去做的 不晓得 蒋万安也没有签名 谢国良也没有签名 国民党 基隆市的党部 也没有签名嘛 中央党部也没有签名嘛 所以到底谁做的 如果他发文给这个建筑物的所有权人 这个建筑物的所有权人 七天内没有回答 基隆市政府就应该要展现公权力 去把它拆掉嘛 结果现在选委会说 没有我的事 我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处理 我也不知道 什么我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 这就是谢国良之所以会被罢免的原因嘛 而且大家还想到一件事情 之前要这个拆粮的公民团体 是不是要在基隆市找一个地方 放看板都很难 找不到看板 找不到地方挂 没有人敢给他们挂 然后就算是这个有找到的 也会被影响到不敢给挂 那为什么这样子的看板 居然可以违法的上刊 然后基隆市的雄委会 还帮他们讲话 我告诉你 这就是我觉得 这就是基隆的奥薄嘛 这也是谢国良之所以会被罢免的原因 所以谢国良啊 这种奥薄咒这么多 然后今天早上 跑到基隆火车站 去发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政绩文宣 早上去直播 对 去直播 然后去那边给上班的民众说 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长谢国良 这是我的政绩 拜托 这些基隆市民都生活在基隆市 你上任一年多了 如果你做得好 大家每天都有感受 不用你在那边发文宣 对不对 而且我要讲的是说 你这个文宣花谁的钱做的 是你谢国良自己掏腰包做的 还是又是拿基隆市政府的 公务预算去做的 一定是公务预算嘛 是嘛 那你公务预算 你做这个动作要干嘛 当所有人都坐在市长室办公的时候 你在那边发文宣 就是因为你这一年多来做的不好 那你还花公堂去做文宣 然后来反大家对你的罢免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荒唐 另外我觉得 如果谢国良真的要做这个 不如把你那收起来的 那个人工草皮 剪一块一块附在上面给大家 也许大家比较有感 你就说这就是我的政绩 让大家这就是人工草皮 也许大家会更有感 是 未然怎么看 因为这个张智豪发现 这个未居民的 这很明显是匿名看板 基隆市选委会竟然说不归他们的管 那中选会是不是要赶快来介入一下 再来谢国良早上去直播 这感觉上是两面手法吗 你把它看这两个看板很清楚的 基隆市政府 尤其是基隆市选委会 如果说敢去做这样的一个判定说 那个地方不愿意选办法 你基隆市选委会你皮你还要抵得点 当然地方的选委会理论上都归中选会管 那只是地方选委会里面的人 几乎都是市府的人 挂这两张其实就是在干什么 就很简单 就是自己拼了 就这么简单 你说这两个看板放上去以后 你说奇怪了 你一个有作为的市府 你第一个如果我是建管处长 我一定会认为说 没有剧名而且罢明期间 就委员选办法了 只有一条路拆掉 那你看到谢国良今天走出来这样 我是有一点不声嘘嘘 我就是看到谢国良这样 因为他本来我以前我就认识他 他对我的在我的印象里面 他是一个公子哥 他对这个政治对他来看的话 像浮云一样 家里头有的都是钱 他怎么在做这个工队 对他来说这叫做工阔事件 哪有一个现任市长 然后拿着这样子传单 别人要来上下班 站在那个地方 谢国良其实他嘴巴在讲的 只有一句话跟你讲说 他继续给他做了好吗 他发这个政策笔记本 是嘛 他这个道理就只有一个 他在传达的就是 继续啦 不要啦 我继续给他做啦 给他做我送你一些 送你一些丹落的 可是问题是一个市长 干到你看这样才 这样才2024年而已 那你面临了罢免以后 你就必须要自己要跳出来 站在那个地方自己再来发传单 这个想到我就会觉得说 不生唏嘘吗 那当然 一个市长会变成这样 而且你看他现在是全党 全党全部跳出来 连胜文也跳出来 连胜文就跳出来的 你拳就来拳啦 国民党现在就是这一招 他就是认为说 再不站下去的话 那个水会把他整个鼻子给淹没掉 然后到明年的整个立法委员 会很多人罢免 会被罢免掉 国民党现在就用这一套 来恐吓他们自己人 你们小孩坚持开 国民党的支持者 好像赶快要出来跟民进党杀 重点这个不是跟谁杀 这很明显 就是说反罢免 挂这种看板 然后他出来发这种政策 然后另一方面 拆凉志工被森兰群组肉搜 这是暗黑手法吗 对一个政府来看的话 小市民期待你这个市府 你应该是搭建一个 为市民来建设的一个平台 所有的事情政策出来 都是要来造福我的市民 你去把他想想看 这些哪一件事情 你去把他肉搜出来 肉搜出来要干什么 就很简单了 许仲将 你跟这些留言 你跟他在那里刺牙牙 在跟他批评 类似的是要跟你压制 说叫你点点 就很简单 但重点是说 这个民众会不会怕 民众会怕 会造成寒蟬效应 会 有人这么会怕 但是有的人会认为说 就像林胜文讲的 你要剪就来剪 民众会跟你讲说 我也来跟你剪 所以这个到最后都会激化 你要去压制民众的那种声音 困难 什么时代 那静平怎么看 两边现在就是变成 会这种白乐化 因为在地方上 我知道就是 反正蓝绿在那边 形成一种对决 那绿的跟这个 就是反蓝的 尤其是反谢国梁的 还有上海参量行动 他们要叫出那些人来 支持这个罢免谢国梁 但是蓝营一定要把他们 反对罢免谢国梁的人 也要叫出来 所以谢国亲自出马了 早上火车站 这个发动 不论你觉得有没有效 我觉得他做他该做的事情 市场本来就是要让民众知道 你在市政府到底在做什么 政绩在做什么 或许会有人不认同他说 在这个年初的一场 去封他那个net的 他的那个整个馆的 这个东岸广场的这个争议 或者是这个 找警察来把门这个破开 破门这些 但是他的这个上任之后的 基隆市政府的政策 他透过政绩来跟基隆市政府 面对面的接触 我觉得是职球对决正面赢家 所以职球对决 两边罢良反罢良 都有各自的立场 在过去我们好几年的罢免行动 都看过了 来 郭东哥 两方对决嘛 但是手法要公正啦 是不是 是不是搞一些小动作呢 要战来战 口气实在很大 那你真的要战来战 你就要公平嘛 你不能说要战来战 然后要保证出 那不像是说要战来战那种 气候啦 今天谢国良如果说今天他请假 我到火社站去做宣传 我同意哦 你选举的时候你跑行程 你是要请假的哦 你罢免的时候你再来做宣传 你不请假 用公家机关利用市长的身份 再做宣传 那就不对了哦 所以如果他今天有请假 我们没有评 他今天如果没有请假 我们就质疑 你这个要战来战吗 你好歹做个市长 请平 我要做几个示范 我今天上午请假 我要到火车站去宣传 我们同意啊 不管是挂看板 用什么公家机关的潜力 什么都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做个公平 给市民看嘛 另外有一点 我是觉得很糟糕 很糟糕 他这个案子 谢国良被罢免 又突出一件事情 我们选办法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规定 第二阶段联署就要把你掂 就要给你砍断 赛亮行动是连看板没地方挂 对 他这个把你砍断 让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过关然后去举行投票 那你现在中央先委会 你到底现在还怎么介入 我现在一直在研究这个事情 当时在定这个办法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想到 这样这个法不对 罢免管市 上面是只会 都是会开人的选委会 那怎么罢免他 那时候你就要规定 罢免县市长 由中央选委会直接执行 不就解决了吗 也没有这样的修法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基隆这个 秀委 你的基隆市的选委会 全部那个局处长在来兼干事 兼总干事的 对 那他会公平吗 他提着脑袋 真的要来罢免谢国良吗 那如果罢免不过 他自己是不是要先滚蛋 所以我说 我们的法令当时在定的时候 要粗糙给人 没想到 我们事情发生时 就说 怎么这么多问题 对啊 所以我在这里奉献中央选委 基隆市你绝对不能幻论说 这是因为地方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能干涉 让他去做 四十天内里面 到时候他真的全部给你驳回 第二阶段没有过的时候 你再来要走行政官司 行政程序 打行政官司 没辅了啦 我真的提醒中央选委 那是没辅了 谢国良任期做完了 你可能行政官司还没有打完 所以我说 有当时这个法论 让我们经常听很多法论 平常我们都不去研究 这些法委不对 当时进行的时候 才发现说 我们立法院怎么转定 一些这些 后不落错的这个法论 让谁在用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越来让人民越清楚 谢国良基隆市这个事 让林明做一个看法 我们过去这些 定的法论都不对 现在要怎么改 要求立法院你怎么来收改 第二 如果选委会这样 不管谢国良这样